西班牙警方及海关星期五宣布 8月23日在南部阿尔赫西拉斯港 一艘厄瓜多尔货船上 查获了接近9.5公吨的可卡因 他们表示 这是西班牙有史以来 查获到最大宗的毒品走私案 这些可卡因都被藏在了香蕉货箱内 声明指出 这次的行动可以让该犯罪组织迎头痛击 目前没有透露是哪个组织 并表示预定接收方将会是欧洲的主要犯罪网络 西班牙当局从中发现了这批货物都印有不同的标志 其中有30多个印有纳粹标志以及希特勒的名字 和今年5月预计从秘鲁运往比利时 途中遭截获的一批可卡因相似 这批毒品来自阿卦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 当地也被视为将南美洲毒品运往美国以及欧洲的起始点 对此,阿卦多尔香蕉出口商会表示 为了避免集装箱遭滥用 每年都会在安全措施上投资 以确保能最终每个集装箱的途径 阻止犯罪分子入侵 是在各种新垃圾市里面生活化 有关系有定职鲁运往资本来自保存两个比资本来自拥存 另外,西班牙調查人員表示 負責運輸的組織擁有龐大的商業網絡 還使用到西班牙西北部的維格港 每個月都能將40個貨櫃運往歐洲